完美世界动漫第72集预告已更新 在这集中10号到达了布老山 并且遭到布老山秦族人挑衅 最后10号大打出手 另外10号的弟弟秦浩也正式登场了 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零妖 10号大战布老山尊者在告别了红黄 蓝鱼等上界精英之后 10号变马不停蹄赶往布老山 但来到布老山时却遭到众人的敌视 主要是因为10号斩杀了布老山的两位尊者 还有不少的布老山弟子死在了10号手中 因此布老山对于10号非常敌视 从预告来看接送10号的秦明又和10号打了起来 秦明以为10号在离开了试过之后 没有了黄道法则的加持就不是自己的对手 结果最后却还是被暴打了一顿 10号即使没有黄道法则的加持 也可以击败身为尊者的秦明 不过在原著小说里面和10号交手的人 并不是秦明而是秦法 动漫为了节省人物建模经费 从而将两人的戏份加在了一起 在原著小说里面还有一些比较有趣的剧情 比如10号在被威胁要求跪拜神像的时候 10号故意拿出布老山法指 反而让布老山的众人下跪 不过按照动漫删减剧情加快进度的做法来看 这些剧情估计是被跳过了 最后只剩下了打斗剧情 02 不灭今生境界升级 10号现在的实力仅仅是列阵境 所以在这次10号大战秦明的时候 10号也是动用了自己的底牌 这个底牌就是不灭今生这件宝物 完美世界不像是其他的网文小说 在这里面越级挑战非常的难 即使是身为主角的时候也是如此 10号原本的境界是列阵境 在穿上不灭今生之后境界提升到了尊者境 在尊者境的时候对战秦明的时候自然轻松无比 10号虽然没有黄道法则加持 但是却刻意凭借着不灭今生 将自身的境界提升到了尊者境 最终10号成功击败了秦明 不过不灭今生在七神下界的时候损坏严重 最终也算是彻底报废了 不然10号哪怕是去了上界也会用到 03 秦浩登场挑战10号 在这集的最后出现了一个赢甲拿毛的少年 不出意外的话 这个人应该就是10号的弟弟秦浩 身上穿上的是神灵战衣 秦浩已经得知10号的到来 对于这个陌生又强大的哥哥非常好奇 于是出现后想要挑战10号 在原著小说里面 10号和秦浩稍微交了一下手 不过秦浩终究太过于年幼 战斗经验和法则感悟等都不如10号 结果也是显而易见 对于是出现了